3月20日至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北京举行。 20号上午,与会嘉宾们就中美关系的过去及未来进行回顾与讨论。 50年前,中美关系还未破冰,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已突然肚子疼为由, 悄悄抽身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影响两国乃至世界的中美秘密会晤由此拉开大幕。 50年后,中美关系再次走到重要关头。 与会的智囊们认为,历史对现在最大的启示就是两国没有理由对抗,管控分歧,务实合作是唯一选择。 但是,在此时,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一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这些人,在此时,中国的迹象、国的经济和国的距离, 必須讓世界兩者開始 永遠更加努力的努力 在一起工作 因為世界的平和穏穏 都依靠在我們兩者的解釋 至于如何开展合作 与会人士认为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务实 第二建设性 在中美建交之后 我的父亲张文进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在他任内 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冷淡到转暖 这种转变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基辛格博士在其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中美这两个国家意识形态不同 但因为一些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 相互打交道 但对合作的限度不存幻想 同时决心在有限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进行这种合作 我想正是双方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才使得中美关系能够不断向前发展 而这种现实主义态度 也是现在所需要的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斌坦言 21世纪的美中关系应该是建设性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美中应当从彼此利益的角度出发 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 这样才能解决种种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 第一个 第一次考语 中美国内部门的华谷是确定的 确定的 在确定是确定的 我们能够向往的这种 hopeful 认识与令团 写定的必争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